你 这招得基本功扎实 才能发挥作用 三公主武功进尸 邵君怎么教他这一招 不行 我得去提醒一下 你干嘛呢 你们要是不想 被你们邵君送回玄武城 好好待着 看那儿 再来 这回抬起右脚 用力向前使出左拳 继续 你故意的 你就想看我出手是不是 明明是三公主你一次次 投怀送抱 不凉 好不呢 现在是认真的 我教你怎么打败林七 怎么打败 福尔过来 我教你一招 到时候你的分数 会比林七高一分 这个时候你们就算 同时滚到台下 打成平手 到时候也是你 赢得五十亏手 我的天 这么鸡贼 这招怎么练 那你还不凑近一点 好 我教你 啊 那你还 Xiang 他说是好多吗 他说我 又你们几个自性的 只要别太疼就行 还是要吃点苦头的 会出人命啊 你是三公主 灵气就算想为难你 她也不敢太过分 只要你将我教的诀窍 记在脑子里 还是有赢的可能的 但是 你这么怕疼 也可以不参加中试 扛不住了告诉我 我替你笑休战落 那怎么行啊 我这狠话都放出去了 要中度放弃了 远远肯定更不听我的了 她的腿都多少少和我有点关系 不能放弃 我得让她也不要放弃 在我们玄虎城 有个习俗 就是对着满月许愿 你的愿望就会实现的 这么多人对着月亮许愿 能定位我的吗 那咱们就比别人 那咱们就比别人 离月亮更近一点 来 月亮就最先听到你的愿望 不 行 我恐高 我 有我在 不会让你摔下去的 我会在你眼神交接 胜过万语千言 幸福也就不再遥远 月亮 月亮 让我赢了明天的 明天 明天 不如你对着我许愿吧 你在身边 你明天也会像今天一样 在台下看着我吗 自然 那我就安心多了 这么信任我 你不懂 你是我的免死金牌 抱紧你的大腿 我的天头 一片光明 快许愿吧 希望秦千名人 能毫发无伤 许愿 许愿呢 写的什么呀 这 太幼稚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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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